衡量所有的情况以后 认为现在是一个最好的司机点 就在中国大陆正式申请加入CPTPP后 一个礼拜 台湾也表示要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名义申请加入 不过大陆方面还是说不行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同天中国还派出20多架的军机 扰台官媒环球时报甚至以捣乱当标题 形容台湾的申请 也难怪一早行政院记者会上邓正中会这样说 因此如果中国先入会 台湾的入会案当然会有相当的风险 目前CPTPP共有日纽澳等共11个成员国 是一个拥有5亿人口且占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 讽刺的是它的前身TPP原本是要来制衡中国 直到2017年川普退出改由日本主导更名 有趣的是当年中澳还没闹僵 时任澳洲总理腾博尔曾说出不排除邀请中国加入 现在澳洲却成了主要的反对者 澳洲从支持新冠溯源调查后到上礼拜与英美一起成立新战略联盟 中国则在这之后申请加入CPTPP 一连串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扯上中美竞争 众所周知 中澳贸易关系之所以会受到影响 部长级会晤会中断 主要是因为澳方不顾中方的警告和劝解 执意要追随美国的亚太战略 甚至将触手升到了台海南海 叫嚣对华一战 中方才不得不小惩大戒 尽管澳洲反弹 但大陆还是信心满满 央视主持人甚至暗算日本的能力不足 想取代主导权 分析目前各国对于大陆和台湾申请加入的态度大不同 日本就说欢迎台湾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则是支持大陆 而墨西哥相对谨慎 似乎怕说错话影响美国未来重返的可能 该怎么抉择难度确实不小 因为如果大陆成功加入CPTPP 也代表外国将不能随便打压像是华为或是抖音等大陆企业 如果我们加入CPTPP 在条款的保护下 协定内所有国家都要对我们开放 也不能随便打压中国企业 显然目前CPTPP已经很难和政治脱钩 偏偏同样身为五眼联盟 也是成员国的纽西兰和加拿大 相对之下抗中态度较不强硬 也没有加入英美澳的安全联盟 未来在CPTPP上如何表态 成为观察重点 TVP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PP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铛